《你说的传逊》 《传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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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穆虹之神父 今天我们看 三年起 离二十五周的主日 我们念的福音是 是馬爾谷的後半的 在馬爾谷福音後半 耶穌已經來完的對象不是群眾 現在他工作的是跟門徒一起的 教訓他們 波多禄成功跟耶穌在一起的 前半的工作 他正確地回答耶穌是誰的問題 可是以後握壞他的成功 因為他不願意跟隨他所承認的基督 因為耶穌要走的是十四下的道路 這是很重要的主題 耶穌願意平安地慢慢地跟門徒們講 他不願意被別人干擾 不希望別人的另外一些問題來打斷他們 無論如何門徒們 還是不懂的 而更壞 不願意懂 他們不懂 他們不懂而不問 恐怕是他們 他們不懂得 而怕 洩露出來 他們懂耶穌所說的話的反應是什麽 看得出來 因為他們在路上 談話了 可是回到家 耶穌問 你們在路上談論些什麽事 他們不敢說 不敢說是 因為不好意思 跟耶穌講 他們討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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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當中 誰是最大 看起來好像跟耶穌所談的問題沒有關系的 不過事實上是非常有關系 所以他們不敢說了 假如耶穌要死的話 應該有人領導他們 沒有導師 誰要代替他呢 也許這個端題不會很久 不過 還有這個端題的時候 誰是領導的 誰要擊成耶穌的立位 當然他們不敢 直接跟耶穌說 他們討論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承認 他們比較關心自己的立位 而不怎麼看中 耶穌的死亡 耶穌知道 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知道他們每一個人 尋求什麼 所以 跟他們講 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領導的人 他們 他們所需要的是 服務的人 他們所需要的是 看中最小的 看中最小的人 他們所需要的 誰是最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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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最偉大的 誰是最偉大的 誰是最偉大的